很多新手上路以后 由于没有车感 开车总是呱呱蹭蹭的 尤其是倒车时 今天暴地就来给朋友们分享几个 新手开车时判断车距的小技巧 新手掌握以后 能够让你坐在车内 也对车外的情况了如指掌 内容比较干 一次性记不住的朋友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方便下次观看 首先第一 跟车时判断车头与前车的距离 当我们往前开的同时 看不到前车的后边按杠了 我们立即踩刹车 此时距离也就一米左右 第二 车方位停车入库时 叮入咱们右侧挡风部里的夹角 当咱们在右侧夹角 能够完全看到前车的大灯时 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往后倒车 不用担心会寡撑到 第三 车方位出库时 我们可以往后倒一倒 当看到前车后边按杠下眼时 此时距离前车一米五左右 咱们把方向盘向左打满 一把就可以安全出库 第四 前方遇到墙面想要掉头时 盯住挡风不立的左下角 当在左下角刚好能看到前方墙面的接地缝时 这时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 都能一把安全的拐出去 第五 到车入库时 盯住车辆的闭柱 当闭柱越过旁边车辆的车头时 一把方向就能安全的拐出去 第六 往后倒车时 后面有一辆车 咱们就盯住中央后视镜 当在后视镜中 只能看到后车挡风不立的时候 咱们立即踩下刹车 此时距离只剩下50公分了 第七 新手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窄路汇车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寡乘 其实很简单 咱们盯住挡风不立的左下角 当左下角低于旁边车辆的大灯时 就能一把安全的通过 第八 当我们想要靠边停车时 盯住雨刮器中间的骨节 慢慢的向右打方向 当它刚好和马路牙齿平行时 咱们就慢慢的回正方向 盯住右侧的后车镜 当咱们在右侧后车镜中 看到车身与马路牙齿已经平行时 此时咱们停车刚好30公分 咱们现在下车去看一下 怎么样朋友们 是不是非常的精准 你学会了吗